北约峰会公报有关内容 混淆是非 颠倒黑白 充满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冷战已经结束了三十多年 作为冷战产物的北约 却依旧抱持联合博弈对抗思维 无视国际社会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呼声 逆潮流而动 开历史倒车 不得人心 也注定不会得逞 汪文斌指出 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 中国是记录最好的大国 从未侵略别国 从不搞代理人战争 不在全球开展军事行动 不以武力威胁他国 不输出意识形态 不干涉别国内政 中方不组建不参与军事集团 通过法律形式对外宣布 不以武力解决问题 中国何来对北约构成系统性挑战 亚太地区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靠的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 开放合作 互利共赢 妥处分歧 北约东京亚太 只会搅动地区紧张局势 引发阵营对抗 甚至新冷战 亚太国家不欢迎 很多北约国家不赞成 北约亚太化 亚太地区也不需要 亚太版北约 我们敦促北约 立即停止对华 歪曲抹黑 编造谎言 放弃冷战思维 零和博弈的过失理念 放弃迷信军事武力 谋求绝对安全的错误作法 放弃搞乱欧洲 霍乱亚太的危险行径 不要为自身继续扩张 寻找借口 而因为世界和平稳定 发挥建设性作用 北约作为拥有最多 最强大核武器的军事联盟 近年来大搞麦克风外交 不负责任的渲染中国核威胁 完全是倒打一耙 虚伪至极 中方对此表示 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 中国恪守任何时候 和任何情况下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无条件承诺 不对无核武器国家 和无核武器区使用 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是唯一采取这一政策的 核武器国家 请问有哪个北约成员国 敢做出这样的承诺 国际社会更有理由 对北约核共享安排 感到关切 北约通过这一安排 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核武库 个别成员国 加紧推进核力量现代化 强化所谓的延伸威慑 加剧核扣散与核冲突风险 如果北约成员国 真的对减少战略风险 维护战略稳定感兴趣 就应该以实际行动 降低核武器在国家 和机体安全政策中的作用 以实际行动促进战略稳定 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安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